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还有五天把这个汤圆吃完了 今年这个年差不多就过完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 还是继续我在两个月以前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的设计人生 就是我是怎么做设计的 我其实真正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 有好多条的 一个是我自己是怎么做历史研究 和什么撰写各种各样的历史的 这是我的自己的第一条路 那么到现在为止 包括在今天为止 我都还在写 那这条路呢 学术程度比较大 牵涉到这个方方面面 历史观 这个资料整理的方法 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吧 它还都是挺专业的 那么这一段呢 我大概放一放 会在后面慢慢跟大家讲 我一直在思考 能够用一个怎么样简单的方法 把我这些年写了 接近一千万字的各种的设计 和艺术的历史的这个经历 给大家讲出来 并且也告诉大家 我自己怎么在中国的这个设计界 在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现代设计界 能够在设计理论上面 这个不但站稳的脚跟 还变成一个具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这个我估计要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聊 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呢 就是我和设计 就是我去怎么做设计的 然后第三个呢 我会和大家讲讲我和教育 我和教育的关系 我基本上的生活呢 是四个方面 那也就是前面讲的三个方面 再加上一个艺术创作 也就是画画 我那个前面很长的时间 以前跟大家讲过 我在1978年 是回到了武汉读大学 从这个鸿湖县的工艺美术工厂 俗称背雕厂 回到了大学去开始学 那我最早的第一年学习是学外语的 那么后来因为在1979年 我们可以破格的去考 这个全国的这个大学的研究生 当时全国研究生很少 那么我呢就在79年 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系的 美国史的研究生 那么在那里做了三年的研究 组合的工作两个方面 一个是写我的毕业论文 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 1944年的史迪威使命 也就主要史迪威和中共之间的 这个关系和蒋介石的矛盾这一段 我估计在国内呢 我也算是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早的人 并且我当时是完全 从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院寄调到了 美国当时的叫做军事部的 所有的二战期间的电报的 档案文件的那个三大卷 这三大卷现在还在北大 在北京图书馆 所以呢我估计是国内最第一个 从那个美军的这个来往的 这个电信的文档里面 就是搞清楚了史迪威使命的 一些很多细节的问题 那么那个工作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呢也做得很漂亮 成功的通过了答辩在1982年 我第二个工作呢 就是参加撰写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的 跟美国有关的这个条目 大概估计我就写了两三条 那么我的同伴同学 这个韩德培先生的大公子 这个韩帖写的比较多 然后主要条目呢也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美国问题研究室的几位老师 像刘许怡老师 李承讯老师 好像李世雅老师 他们也都分担了一些条目 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问题研究所 他们也写了一部分 然后还有南京大学的美国问题研究所 他们也写了一部 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基本上就构成了现在的这个中国的 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大百科全书的美国的条目 但是那个很早的工作 那应该在1980年前后就完成了 那第三个呢就是参加翻译这个美国现代史的这个工作 那本书做了很长的时间 也都翻译出来 那本书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 大概当时读书是这么几个工作 然后我在1982年的9月份 就是因为调动工作由于自己的兴趣所好 那就要求调到广州美术学院去 那么在广州美术学院呢 工作了有好几年的时间 那段时间就是我在中国开始第一个尝试写和研究 这个世界设计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时主要是工业产品设计史 也涉及到一些branding 就是品牌和平面设计 不多主要是产品设计史 那么为了要讲清楚历史呢 也就涉及了一些建筑的发展 所以里面提到了很多建筑家 这些建筑呢 由于它实在是太庞大并且体系 它和那个产品设计史不一样 所以我在比较晚的时间 我就把这两个研究把它分开了 这样的就导致了我出了这个 在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现代建筑史的这本书的一版二版 另外呢 还出版了这个世界现代设计史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那么那本书呢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最大区别 就是第一版是包括了建筑和工业产品 和平面设计的一本书 到了第二版也就是2012年 2013年以后的那一版的书呢 基本上是一本产品设计史 那么在2000年还出版了若干的书 那么其中包括平面设计史 那这本书呢 今年2018年是应该出第二版了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第二版 希望大家能够买来看 另外呢 还有一本跟那个现代和当代艺术史有关的书 那本书呢 写的不完善 也不够好 特别是图很少 那么我现在呢 开始在做一个更大的工作 就写一本通过100个画家的画 来读懂现代艺术史的书 那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一本 一本绘画史 但是它的写作方法呢 就有点像散文 我希望这本书呢 能够给 对那个 艺术有兴趣的朋友 带来一本 很好的阅读的这个作品 那这本书现在还在密罗景谷的制作之中 那么另外 如果从我的心里说 我估计还有一本那个史内设计史 这是已经给这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已经是谈妥了这个合同 是准备出版的 那这本书呢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框架 那个写的方法呢 也和一般的这个建筑史附庸的这个史内设计史呢 它有所不同 那么这本书呢 我估计在明年可以交稿 文字呢就没有建筑史那么多 建筑史有140万字 这个史内史呢 大概就是30来万字的样子 但是图呢会比较多 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么未来如果要继续写的话 还有几本书在自己的计划里面 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部分这个撰写 那么在广州美术学院我这个工作就把它做起来了 并且呢也就开设了课程 这些话呢我们就按下不表 我是在1987年到了美国 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度过了两整年以后 然后在迁移到洛杉矶的意识中心设计学院当教员 这么没想到一当呢 就当到2012年 我正式离开这个阿森特 办的退休手续是2012年 这样就有一段大概20年的 在美国学校里面的工作的这个经历 那么大家说你和设计在这段期间当中 你们有什么交革呢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这里就特别讲讲 我跟设计的关系 我跟设计的关系的第一个 我值得讲的单位呢 就是万科 大家说万科这么大的单位 你往上贴干嘛呢 我说的确跟万科 并且万科真是我最早的第一个这个 请我做设计顾问的单位 万科我是第一次杰出 不是我主动去找万科 而是万科过来找我 万科那个当时的企业呢 万科大家知道是一个 他当年呢 他在83年84年 他建立企业的时候 万科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公司 它是一个科技仪器的进出口公司 另外也就是有些杂七杂八的这样的部门 我们后来记得万科有个精品公司 那个主要是做精密铸造的 他们跟那个美国富兰克民铸币厂 是有很长的合作 是做那种精密铸造的 那么他有个文化公司 是出钱做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啊 等等 这个是万科的这个早年的情况 他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 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万科在所有的公司里面 万科大概有六七个公司 就是大概我们讲的这个八六年左右 因为八六年左右万科就就上市了 万科上市在深圳非常早 万科是上市是深圳的这个B股的二号 你想他多早啊 第一号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二号就是万科 那就上市 这个帮助万科上市的这个人 那是万科的一个六七个这个副董事 副董事之一的 这个人叫冯家 这个人现在还在深圳 那冯家这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他是西南财政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一个高载生 他的最大的长处就是立项思维 他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倒着想 所以呢 我觉得王石是很依掌他 王石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冯家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所有东西都不顺着我的想法做 他会从立项思维 这样呢往往能够给王石呢 找到了很多新的不同的设计的道路 那么这个万科这个上市了以后呢 他就在房地产的开发上面 他就开始做得越来越大了 大家记住万科在很晚 他移植的是一个深圳的房地产公司 万科这个公司呢 他从开始以来呢 他就不走那个和官员拉得很近 或者是其他那些不正当的道路 万科是一个比较简单单纯正义的 一个房地产公司 他始终是有一种理想的光辉 万科的第一代的那一批创始人吧 也就包括这个王石啊 这个蔡成啊 这个等等的黄胜泉啊 当然也包括国造兵了 后来晚一点的冯家了 还有等等这一批人吧 我记不起大概七八个人 这是他们原装的万科的人马 他们其实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他们并不是想像现在这样 做成一个全国 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是想做出很好的作品 改变人们的居住的环境 所以万科早期的这些作品 像什么万科城市花园 那等等这些作品呢 他当然东西做的不是最好 但是他具有很多的理想主义的光环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我跟万科当时没有接触 万科后来成立了一个策划公司 因为万科要做很多自己的产品的策划 房地产的策划广告工作 所以这个公司名字起得很快 叫做国际企业服务公司 我们在后面我们就把它讲国企啊 这个国企呢和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国营企业 但是不是一回事 是万科国企 所以我特别会讲到万科国企 就是说这个万科国企呢 就是万科的策划公司 其实万科的这个策划公司呢 应该说是深圳的设计的黄埔军校 因为万科的几个副总 都当过这个万科的这个国企公司的 这个老总啊 包括像黄胜泉啊 国造兵啊 他们都在这里担任过要职 并且呢 有很多深圳第一代的设计的大师了 像陈少华呀 韩家英啊 这些现在是我们知道名气很大的设计师呢 他们也在国企里面当过这个顾问啊 所以这个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变成了深圳的策划 深圳的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我们现在在深圳看见有很多的设计师 你要问他们的背景啊 那个他们都还是这个国企出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国企就凝聚了很多设计的人才 那其中我呢 也就是被国企凝聚进去的 所以我有时候说我跟万科做设计顾问 很多人说好像没有查到你在万科上班的记录 但是我在我是在万科国企上班的 那这个是 当然后来国企跟万科分开了 那是比较晚的事情 那么我后面呢会给大家讲到 我跟设计的关系其实最主要 就是跟国企的关系 那这些事情呢 有很多现在想起来呢 都非常的 呃 秒远啊 就是这个事情好像 好像怎么这么远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从细细来讲呢 里面呢 也就真包括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最早和万科的这个设计 呃 沾上关系的 好像是1996年或者是997年 那个时候万科 结了一个二手盘 万科很小 但是万科没有多少的项目 那么这个盘呢 是有些困难的 所以他们来找我 这就开始了 我跟万科的第一个工作 1997年 98年左右 当时万科在深圳的文景度 接了一个二手盘 那个二手盘 大家知道文景度 是香港当时到深圳的 唯一的这个 这个货车的通关 不像现在有这个 罗马州的这个关 就是福田关 也有现在这个深圳湾的这个关 现在有很多的关 都可以这个货车直接 开到香港去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关 就是在文景度 文景度那个地方车很多 文景度过了香港的关以后进来呢 他这个规划上的 做了一条分叉的路 当中的是有块三角地 这道路呢 车两边走 可能一边去一边来 排队排很长 所以那个地方堵车啊 非常严重 在那块三角地上面 万科接了一个二手盘 那个二手盘呢 原来的设计已经做好了 那个盘呢 有点特别 那个盘是要做成一栋写字楼 那个盘呢 当时的业主 把它叫做海神大厦啊 这个海神在那个古希腊的文字里 叫波西东 叫波西东 这个就像这个 美丽女神 她不叫维纳斯 叫做阿弗洛蒂特 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叫法 所以这个叫波塞东大厦 名字很绕口 那块地呢 是个三角形的 停车位置很少 在地下停车 你现在去那个 那个大厦去 还是停车很少 那么当时 这种楼呢 要做得很高 我忘记了多少高 但这种楼大概有 八十米到一百米 那么高的楼 我估计也就是 三四十层的这个高层 这个写字楼 这个楼的地基已经打好了 做到第三层的时候 万科把它接了过来 万科接过来以后 万科发觉这个地方 一做市场调查 万科是很注重市场调查 做完以后 发觉这里没有写字楼的需求 如果这种楼做完 那做成一个四十层的 一个高楼大厦 这个办公室基本上租不出去 所以万科临时改变了政策 就把这种楼呢 就把它改成了这个住宅楼 就是底层可能有些服务性的设施 从二层以上 基本上有一个餐厅吧 我记得 我忘记了 现在这个楼 这个楼现在叫海神大楼 这个叫郡园 这个楼到底在 餐厅是在五楼啊 还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反正那个副层 基本上是服务性设施 在往上就是住宅 那顶楼呢 留下了几个很大的住宅单位 那几个住宅单位 可能都是大到了 我估计是六百平方公尺这么大 那也就是按香港法说 就是六千尺 那是超大 的问题就是 在当时中国国内 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豪宅 高层豪宅 没有做过 所以万科当时在做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这个 室内空间布局的一些困扰 那楼呢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就这么做就是了 那么但是 史内应该怎么做 并且呢 怎么做出一个噱头 还有这个名字 文案应该怎么做 所以呢 当时万科派了一个副总监 叫副董事 名字叫国造斌先生 是个西安人 他呢 就人很 很儒雅 这个国造斌先生 然后他呢 就坐飞机到洛杉矶来找我 我记得那个应该是 1998年的 秋天 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能不能帮忙这个问题 当时我是在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上课 那上课的时间很有限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三个下午的课 一个下午可能是 我是五节课 那么用三个下午把它上完 那么就是两个下午各上一堂三个钟头的课 还有一个下午上三个钟头 那就是二三四 那么剩下时间都是自己的 然后一年还有三个月的假期是带新的 所以很舒服啊 在那里坐 所以我呢就陪这个郭造斌先生去看这个美国的超高层建筑 所谓就超高层就一百米以上的这样的建筑 那么在洛杉矶呢 这种超高层建筑呢 就远远没有纽约多 但洛杉矶有一个区全是新的这种超高层建筑 这个地方在洛杉矶的西面 叫Westwood吧 好像叫做西木区啊 那个旁边是美国在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州立大学 叫UCLA 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 那地方很多 非常漂亮 那些楼 户型也很大 这样呢 我就陪着郭造斌先生呢 就去看楼啊 这个就是我跟万科第一个合作的开始 西木区是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年轻的 刚刚出道的这种大演员 我们后记得后来那个演泰塔尼克号的那个 那个小李子啊 大家都很喜欢的 那个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是钱很多 因为拍部电影 他的片酬 几千万呢 就购买了 他们说都买的大平成 当时我呢 也没有看过这个比方一千平方米的一个室内 是怎么去布局 现在应该有经验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多了 那个时候中国全国都还没有 所以呢 我就陪这个郭造斌去看楼 当时我跟他是有个约法三章 我说你最好不讲话 因为当时呢 中国人很少 这个那些房产经济啊 他们主要想把这个楼卖给日本人 所以我就跟郭造斌说 国家军个子很高大 那我说你就少讲话 但是呢 我们就一起看 那我就去约 我都是跟他们说 我们说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富商 想来这里看这里的高层建筑 那些 Westwood的那些房地产经济呢 我去联系 他们都很热情 都在门口等我们 这样呢 我们基本上就把那个 那条那条中间的路叫做 Wilshire Boulevard 叫做威尔谢大道 那个威尔谢大道 两边大概我估计有六十七十来动 这样的我估计是八十米以上啊 高的有大概一百四十米的这样的超高层建筑啊 里面的设施也很完善 我们就去看 看了很多空的 这样呢 我们得到了很多启发 比方说在厨房里面 我们当时的厨房的 这个布局都是靠墙放的 那么我们看见 他们都是大量的用这个island 也就是当中一个独立的一个厨台 那这种做法现在的国内遍地都是豪宅里面 但是大家知道最早引进这个是我们 也就是我们从那个时候 我们看见了 那个当时我们边看 我们也问他要了一些这个房子的这个资料 另外呢 我也带了个照相机去拍 拍了完了以后呢 我就给了一些这个 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意见 就是这种大层面的这个建筑要做什么 甚至我们当时还提出了 是不是能做一个 用冲水做的游泳池 因为我看见楼上有一个游泳池呢 它的长度大概就是十平十米长 但是它有这个可以调节的这个流水 所以如果你在里面游泳的话呢 这个水流的话 你等在原地游 那这个东西国内现在好像不太流行 因为国内现在要做游泳池 又做一个大的 或者做个三十米的这样的 在屋顶上 但是现在也不多建 但那个时候呢 也是一个创建 要做几个这样的有流水的游泳池 另外我们知道里有很多 比方有家庭电影院的这样的间隔的处理啊 有这个娱乐间呢 有family room呢 和这个sitting room呢 是应该是区别的 dining room应该是有两到三个 有正式的 有非正式的 还有靠近厨房的这样 这样呢 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700平方米和800平方米的这个海生大厦呢 就把它分布下去了 那这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么回去以后 当时还没有这个手机 那都主要靠传扔机 那我在家里装了传扔机 那那边的工作呢 就由这个万科的国企啊 这一个团队来接 那这个事情呢 到做到 我们到手上做的时候 都是98年99年的年底 我们在开始在做这个事情 当时很着急 那个我记得当时 我是对这个楼的名字 叫做Poseidon 这个海王大厦 我是有意见 我这个字又不好看又叫不上来 我说不如叫这个 这个叫Juno Juno是智慧女神 那么当然我就把这个名字 我画了一张图 Juno举了一个火炬 传达智慧 他们就把这个图呢 拿回去 就直接把我的这个 这个传真呢 就拿去注册了 大家现在如果到 郡园去看看 那个地上和这个墙上 用的那个logo 就是我当时用手绘的 那个logo 这个是一个合作 那么当然这个名字 我说改成 朱诺大楼 智慧女神大楼 这个冯家 那个时候 他就临起一动 他说那既然 英文叫Juno 那我们中文就叫郡园 那这就是现在的郡园 那么这个楼呢 到了00年左右 这个楼就完全做完了 并且呢 他不但是卖的超好 卖的特别贵 并且呢 这个万科的深圳公司的总部呢 就在这个楼里面 就一待就待了十多年 这个就是我跟万科 合作的第一步 那是从一个 很实实在在的项目呢 开始结合的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就开始跟大家讲万科的 其他的逐步的工作了 就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